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我祝福尔康弥陀佛 遮用他们的罪恶改善他们的状况 那是由于不信道的人们踪守虚伪 而信道的人们踪守从他们的主将士的真理 真主如此为大众设许多比喻 你们在战场上遇到不信道的人们的时候 应当斩杀他们 你们既战胜他们就应当俘虏他们 以后或释放他们 或准许他们属生 直到战争放下他的重担 事情就是这样的 假若真主抑郁 他必惩治他们 但他命你们抗战 以便他与你们互相考验 为主道而阵亡者 真主绝不亏望他们的善功 他要引导他们并改善他们的状况 切实他们入乐园 他以为他们说明了那乐园了 信道的人们 如果你们相助真主 他就相助你们 并使你们的脚步稳固 不信道的人们将一蹶不振 真主将使他们的善功无效 那是因为他们厌恶真主 所降使的经典 故他将他们的善功无效 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履行 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 真主又毁灭了他们 不信道的人们 将有同样的结局 这是因为 真主是信道的人们的保护者 不信道的人们绝无保护者 真主必定要是信道 而且行善的人们 入夏林祝贺的乐园 不信道的人们 在今世的享受 是像生序 是像新生序一样的饮食 活跃是他们的归宿 在许多城市 其居民的势力 胜过那驱逐你的城市的虚名 我曾毁灭了他们 他们没有任何援助者 依据从主将士的明镇者 与那为自己的恶性所迷惑 而且顺从私欲者 是一样的吗 畏惧的人们所闷 应许的乐园 其情况是这样的 其中有水和 水质不符 其中有乳和 乳味不变 有酒和 饮者称快 有蜜和 蜜至纯几 他们在乐园中 有各种水果可以享受 还有从他们的主 发出的摄诱 永居乐园者 难道与那 永居火域 长饮废水 长凑凑断的人 是一样的吗 他们中有些人 静听你的演说 等到他们 从你的面前出去的时候 他们对有学识的人说 刚才他们说什么 这等人 真主意 封闭他们的心 他们顺从私欲 遵循正道者 真主将引导他们 并将生有的报酬 赏赐他们 他们只等待复活时 突然来临他们 复活的征兆 却已来临了 当复活时来临的时候 他们的觉悟 对于他们 还有什么效果呢 你应当知道 除真主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你应当为你的过世而求饶 并应当为 众信使和众信女们而求饶 真主是全知你们的活动和归宿的 信道的人们说 怎么不叫是一张心呢 当一张明确的禁文降下 而其中提起战争的时候 你会看到心中有病的人 将像 轰死时 临死时 轰睡的人 那样 瞪着眼 看着你 伤责他们 服从和 管辞 与他们是更相议的 当战争被决定的时候 假如他们忠于真主 那对于他们是更好的 假如他们执政 假如你们执政 你们会不会在地方上作恶 并断绝经济的关系呢 这等人 是真主所弃绝的 故他使他们变聋 使他们变虾 他们怎么不思想 他们怎么不沉思古兰经呢 难道他们的心上有所 认清正道 然后叛道者 恶魔从勇他们 并宽慰他们 那是因为他们曾为那些 厌恶真主所启示的迹象者说 对于一部分的事情 我们将送从你们 真主知道他们的隐情 当纵天神打着他们的脸和背 并使他们死亡的时候 而使他们死亡的时候 他们将怎么办呢 那是因为他们送从他触犯真主的事物 并厌恶他所喜悦的事物 故他是他们的善功无效 难道心中有病的人们 认为真主不会揭穿他们的怨恨吗 假若我抑郁 我必定使你知道他们 我必定借他们的仪表而认识他们 你必定借他们的仪表而认识他们 你必定从他们的口气而认识他们 真主知道你们的善功 我必定要考验你们 知道我认识你们中的奋斗者和坚人者 我将考核关于你们的工作的报告 不信道且妨碍主道 且在认清正道后反对使者的人们 绝不能损伤真主一丝毫 他要使他们的善功无效 信道的人们 你们当服从真主 应当服从使者 你们不要使你们的善功无效 不信道并妨碍主道 此时还不信道的人们 真主绝不奢佑他们 你们不要弃累 不要求和 你们是占优势的 真主是以你们存在的 他绝不是你们的善功无效 今世的生活只是娱乐和享受 如果你们信道并且畏惧他 他要将你们的报酬赏赐他们 他们不索取你们的财产 如果他勒索你们的财产 你们就要吝啬 那吝啬 要揭穿你们的冤恨 你们这等人啊 有人劝你们为主道而费用 你们中却有吝啬的 吝啬的人自受吝啬之魁 吝啬的人自受吝啬之害 真主却是无求的 你们却是有求的 如果你们违背命令 他就要以别的民众代替你们 然后他们不像你们一样 我们就要不像云 那这段时间 我们下期找我 会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